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随着美国通过一项批准 加拿大人担心类似药荒问题或将持续 甚至更严重 1月5日 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宣布 批准佛罗里达州直接从加拿大进口某些处方药的计划 这是该监管机构第一次准许一个州这样做 FDA称 该机构根据美国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第804条的规定 授权佛州卫生保健管理局实施药品进口计划 这是为佛州从加拿大进口某些处方药提供便利的第一步 佛罗里达州的提案包括治疗哮喘 慢性阻塞性肺病 糖尿病 艾滋病毒和艾滋病 以及精神疾病的药物 FDA指出 通过这一途径 该机构可授权美国各州或印第安部落 根据他们提交的第804条款进口计划SIP提案从加拿大进口某些处方药 前提是 这些SIP必须显著降低美国消费者的成本 而不会给公众健康和安全带来额外风险 FDA局长罗伯特·卡利夫在该声明中指出 这些提案必须证明这些计划将为消费者节省大量成本 而不会增加接触不安全或无效药物的风险 FDA对佛州804条款进口计划的批准 标志着美国药物政策的重大转变 为各州从加拿大进口便宜处方药开启了绿灯 佛罗里达州的人口超过加拿大全金人口的一半 据悉 除了佛罗里达州之外 美国其他州也正在向FDA提出类似的请求 以解决药品成本问题 近些年 越来越多美国人北上加拿大购买处方药 据CBC报道 美国女子桑德斯的皮肤科医生 建议她到温哥华买药 加入华盛顿州的布莱恩 每月北上购药可节省300美元 美尼苏达州居民驱车前往安省小镇佛朗西斯堡买胰岛素 因为美国胰岛素的价格约是加拿大的10倍 据BC省卫生厅的数据 2022年在BC省开出的二型糖尿病注射药物Ozampic处方中 约有90%是给美国人开的 该提案的通过引起了加拿大人的恐慌 将加拿大视为他们的药房是不切实际的 我们做不到 这是不可能的 加拿大药剂师协会公共事务副主席乔尔沃克说 一个名为加拿大创新药物的加拿大制药公司协会 也对如果美国开始购买加拿大药品会发生什么 表示严重担忧 该协会临时主席戴维·伦维克表示 加拿大根本无法向佛罗里达州或美国其他州供应药品 否则会显著增加全国范围内药品短缺的风险和严重程度 美国市场比加拿大市场大近十倍 允许原本供加拿大人使用的药物出口到美国 将会伤害加拿大患者并扰乱我们的医疗保健系统 不过沃克说 威胁并不是立竿见影的 人们不应该急于补充处方药 加拿大全球事务研究所和美国威尔逊中心研究员埃里克·米勒则表示 我认为 加拿大药品几乎不可能批量出口到美国 这不会成为现实 因为制药行业不会向加拿大出售超过加拿大市场需求的药品 而且 加拿大政府也不会允许大量运往加拿大市场的加拿大药品 被重新定向或重新运往美国 事实上 加拿大人不必过分恐慌 因为如果制造商想要向美国出口药品 则需要获得加拿大卫生部的批准 而如果联邦监管机构担心药品短缺 可能会拒绝批准 在FDA宣布上述批准的当天 加拿大卫生部当即发出公告称 加拿大自2021年起实施的法规 禁止在国外分销某些国产药品 前提是有合理理由相信 这样做可能导致或加剧药品短缺 如果销售不会导致或加剧加拿大的药品短缺 则用于加拿大市场的药品 可以继续在加拿大境外销售以供消费 卫生部发言人安德烈·加格隆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该部门将毫不犹豫地解决违规问题 他称 违规行为可能会受到公开咨询或更严厉的制裁 包括吊销或暂停许可证 卫生部长马克·霍兰德也在一份声明中向加拿大人保证 他们将继续获得所需的药物 他说 加拿大人可以相信 我们的政府将继续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保护加拿大的药品供应 今天 1月8日周一 加拿大卫生部再次发出声明表示 在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允许佛罗里达州从加拿大进口更便宜的药品后 加拿大政府认为 批量进口并不能有效解决美国药品价格高企的问题 过去 加拿大政府一直反对美国购买处方药的任何计划 理由是 加拿大的药品供应受到威胁或本国公民的成本更高 为了让油管的算法更好地推进我们的节目 让我们的声音传播得更远 请您为我们的视频点赞 让我们继续来看下一条新闻 BC省Port AirBernie前事业员Helen Poong 在新西兰发生车祸后去世 年仅34岁 AirBernie市市长Sherry Minions称 Poong在2018年到2022年担任事业员期间 是他值得珍惜的同事 亲爱的朋友和充满活力的灵魂 他在我们的社区和我们的心中留下了难忘的印记 Minions表示 Poong是进步的坚定声音和积极变革的坚定支持者 他对我们社区潜力的信念是无与伦比的 他的贡献包括他对Summer Slants的重要支持 以及其他几个关键项目的支持 为AirBernie的变革奠定了基础 据报道 Poong在假期期间与一位朋友前往新西兰北岛 在奥克兰度过了圣诞节 并在北岛中部与其他人会面 作为一名老爷车的爱好者 Poong以他对寻游的热爱而在全世界知名 他租了一辆奥迪TT1.8T在新西兰境内行驶 不幸的是 Poong于12月30日发生车祸 他被送往一家地区医院 后来被空运到惠林顿 声势危急 他于2024年1月4日去世 他的车祸消息传播到了Poong所属的汽车团体 人们开始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他们的回忆 Poong喜欢威士忌和雪茄 自豪地穿着皮草大衣 甚至在露营时也不怕开他的欧洲豪车越野 他以自己的幽默感而闻名 一个朋友发帖说 世界真的需要像你这样善良 大胆和独特的人 你总是表现得优雅和酷 穿着一件古董大衣 一手拿着雪茄 另一手总是拿着豪华的葡萄酒或威士忌 另一个人说 我知道不仅仅是温哥华 而是全世界的车迷社区肯定会想念你 会有一个无法填补的巨大苦缺 Poong热爱公路旅行 当他当选为AirBernie市议会议员后 他在BC省的小车区进行了巡回 正是类似的行程将他带到了温哥华岛 Poong来自温哥华 于2017年与他所属的一个汽车俱乐部 和AirBernie的房地产经纪人 车迷Dave Kazanji一起访问了AirBernie 他看到了这座城市的潜力 并在2018年春天 购买了酒吧Kingsway Pub & Hotel 恢复了这座历史悠久的建筑 他同时还在AirBernie买了一栋房子 Poong曾就读法律 对为人们提供负担得起的住房充满热情 这也是他在温哥华唐人街参与的事业之一 不过这家酒吧也成了他政治上的败笔 因为在他担任市议员期间 他未能为酒吧进一步的工程取得发展许可 被迫公开道歉 Poong决定在第一个任期结束后不再寻求连任 他在2020年休息了一段时间 参加Mid Island Pacific Rim省自由党候选人 精选失败 对于迁徙一代来说 考虑未退休储蓄可能会让人望而生畏 由于生活成本危机 许多加拿大人正在努力负担食品杂货和住房 甚至可能无法考虑是否有足够的钱退休 总部位于瑞典的贷款和抵押贷款比较网站 Sambler发布了一项新研究 简要介绍了在不同国家退休的成本 该报告对退休成本最高的20个国家进行了排名 不幸的是 加拿大在该名单上名列前茅 根据Sambler的调查 加拿大是退休生活成本第6高的国家 为了了解全球退休成本的差异 该网站整理了100个国家不含房租的生活成本 该网站将这一数字与各国的退休年龄 和平均预期寿命进行了比较 这可以估算出当地人在相应国家 退休平均需要多少钱 该报告发现 加拿大无房租生活成本为645英镑 约合1099加元 Sambler得出结论 加拿大人的平均退休年龄为60岁 平均预期寿命为83岁 退休前需要储蓄约178175英镑 和30500加元 如果你认为这很昂贵 那么瑞士是排名第一的退休生活成本最高的国家 根据Sambler的说法 那里的生活成本为1040英镑 约1700加元 居民需要为退休储蓄约248102英镑 约合40万0700加元 这还不包括住房价格 名单上最便宜的国家是韩国 但那里的居民仍需要存下大约13万0266英镑 约合20万0900加元才能退休 以上就是今天港湾播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频道 同时也欢迎您点赞转发分享我们的视频 大家晚安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